女人吃溜儿的一下 舔了舔儿子的伤口 声称这样子能够消毒 面对儿子辍学逃课也不恼 还得意地炫耀自己也翘班了 随后便骑着自行车 留下儿子小平在后面追赶 女人名叫秋子 整天游手好闲却从不挣钱 只要手里没钱了 她就回父母家 张口就是找二老借钱 妹妹连忙劝阻母亲 秋子以前借的钱都还没还 现在再借的话 肯定是有去无回了 秋子反而责怪母亲 从小就偏心妹妹 情绪激动时 更是将杯子砸向了妹妹 母亲没办法 只得起身给她取钱 而转眼秋子就来到了游戏厅 把刚要到的钱全都输光了 还在这里认识了一个混混 一来二去两人就勾搭在了一起 丝毫不顾及自身的形象 甚至回家的路上都需要小平推车 秋子把混混带回了家 扭头就使唤小平去超市买泡面 等到小平把泡好的面带回来时 房间里已经传出两人暧昧的气息 不用问 小平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隔天 秋子找到了备胎哥 自己要跟混混去隔壁城市玩两天 就将儿子小平留给他照顾了 备胎哥没办法 只得为小平买来食物应急 可是家里早就没钱买煤气 已经烧不了热水了 小平只好深肯泡面 母亲却在这时候打电话回来 丝毫不在意儿子的死活 反而是要小平给他打钱过去 秋子跟着混混在外面花天酒地 足足等到了六天过后 他们才玩够了回来 看着独自在家的儿子 此时的秋子心生一计 想到了赚钱的好办法 他将备胎约到餐厅 以备胎没照顾好小平 导致他受伤为由 向他索要巨额医疗费 甚至缩使小平撒谎 如果不给的话 就要去备胎的公司闹 这个备胎也是瞎了眼了 摊上了秋子这种人 没办法 只好把人带回了家 就在备胎去取钱的时候 秋子和混混还在洋洋得意 一度还以为自己应该多要点子 一下子惹怒了在楼上偷听的备胎 转眼他就和混混扭打在了一起 慌乱中刀子捅进了备胎的肚子 没办法 三人只好逃离了这座城市 他们躲到乡下 混混找了个清洁工的工作 原本以为就得一辈子躲下去的时候 秋子却从母亲那里听说 备胎并没有死去 还放弃了对他们的起诉 这可把秋子高兴坏了 立马开心地跑回家去 跟混混分享了这个消息 就在临行前当晚 混混溜进了打工的地方 将柜台里的钱全都席卷一空 三人趁着天色微亮 又偷偷地跑了回去 而这一次回去 殊不知秋子又将开始怎么做妖了 男人对着女人大打出手 而原因竟是女人怀孕了 肚子里的还是她的骨肉 但是男人并不想负责 反而要女人打掉孩子 女人不愿意 结果换来的就是一顿毒打 就连女人的儿子过来阻拦 男人也是丝毫不手软 对着男孩拳打脚踢 一把把她丢在了床上 随后对着女人继续动起手来 她告诉女人两人只是玩玩 不要妄想拿孩子束缚住她 说罢就要收拾东西离开 女人却还试图挽留住男人 得到否定答复后 女人痛苦地趴在了地板上 但是她却一点也不可怜 女人名叫秋子 平日里不务正业喜欢游手好闲 不仅缩使自己的儿子找前夫要钱 还让她找上了亲妹妹家 要向她借钱 在吃了闭门羹之后 小平只得找到妈妈 却被尾随而来的妹妹听得一清二楚 对于秋子利用孩子这一行为 她愤怒地扇了秋子一巴掌 把钱甩在了秋子脸上 借机跟她彻底断绝关系 秋子却蹲下来开始咳嗽 此时的她意识到自己怀孕了 但是混混并不认长 反而一顿拳打脚踢之后 离开了他们母子二人 好在秋子长得颇有姿色 之前就把酒店老板迷得神魂颠倒 如今看到秋子这般模样 更是心生怜惜 秋子一开始还装作若无其事 随后支开了小平 等到老板走到了跟前 他才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两人自然而然地啃在了一起 原以为至此有了个安身之所 不料老板却给他们搭了个帐篷 这让素来奉行享受主意的秋子十分不适 又迫于无奈至好威身住了进来 而这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等到了第二天 他又唆使小平去找外婆要钱 小平将秋子怀孕的事说了出来 外婆一下怒从中来 嚷嚷着要跟他断绝关系 没办法小平只好回到母亲身边 秋子本想让他继续去要钱 却又突然紧紧地抱住了儿子 此时的他也明白 除了这个儿子他已经一无所有了 时间一晃五年后 当初的小平已经长大了 还有了一个乖巧可爱的妹妹 一家三口平日里就睡在大街上 直到志愿者找上了他们 才发现秋子发高烧了 他们将秋子送到了医院 在打完点滴后他却想直接离开 并且情绪十分激动 架不住志愿者的热情 他们为秋子一家提供了住所 好不容易生活也算安稳下来了 这天小平正在教妹妹学习 突然急促地敲门声响起 在短暂犹豫后 小平还是打开了房门 而来人正是当初弃他们而去的混合 如今的他也无家可归 透过关系打听到秋子一家的住所 便又舔着脸皮跟了过来 奈何秋子十足的恋爱脑 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而这天小平回到了家 发现他们急匆匆地在收拾行李 原来之前花天酒地借了高利贷的钱 如今要债得来了 他们只得匆忙逃离 一家四口最终还是搬离了这里 继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女人是个钓鱼高手 无论什么样的男人 甚至是七老八十的老头子 都逃不过女人的魔爪 但同时女人又是个恋爱脑 一心迷上了一事无成的混混 由于整天花天酒地 混混在外已经欠下了一笔巨款 为了保命 他只得再次离开秋子 幸而儿子小平已经长大了 找了一份工作开始赚钱养家 只是在员工们吃午饭的时候 小平都会都在车里忍饥挨饿 好在老板也很照顾他 时常为他提供饭团充饥 倒也不至于天天挨饿 只是他的母亲秋子 像个寄生虫一样 一直要小平去预支工资 而他每每都将预支的工资 拿去赌博 甚至每次都会拿自己和妹妹威胁他 迫于无奈 小平只好趁着夜色 偷偷潜入老板的办公室 想要偷点东西拿出去点档 不料却被抓了个正着 老板领着小平来到秋子面前 直接对着秋子破口大骂 认为是秋子没有做到母亲的责任 而秋子向来惯会演戏 他将责任全都推到小平身上 自己则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这招向来屡试不爽 老板将他们带了回家 在得知老板妻子过世之后 秋子又起了坏心思 开始撩拨起了老板 这天趁着老板外出 秋子叫来小平 他们撬开了老板的保险柜 取出了里面的钱 随后再次离开了这里 一家人很快流落街头无处可去 这时秋子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一个歹毒的计划 瞬间就在他脑海里酝酿 他要小平假借拜访为由 亲手杀了外公外婆 这样一来自己便能够继承遗产了 小平还想拒绝 但是秋子已经抓住他的软肋 告诉他如果不这么做 他跟妹妹就会永远离开他的身边 没办法 小平只好硬着头皮上门 对于小平的到来 老人家显得十分的开心 他们热情地款待了小平 直到外婆进了厨房后 小平随后也起身跟了进去 一声惨叫声响起 外公才意识到了问题 也跟了进去 却也没逃过魔爪 很快 小平浑身血迹地来到秋子面前 没多久二人都被捕了 面对律师的指控 秋子否认的所有罪名 并且将责任全都推给小平 而小平这边 尽管律师有心想要帮他脱罪 但是他却拒绝了原主 一口认下了所有的罪名 或许在这里 不愁吃不愁穿 可以不再颠沛琉璃 对于小平来说 就是最好的归宿 电影《母亲》 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平的一生颠沛琉璃 一直渴望母爱 却从未真正获得母爱 好了 喜欢的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咯